BOOM 大家好 我是Neo 最近听了一个玩家家长的一个吐槽啊 有一些感触 那作为一个曾经魔兽争霸3的这个三流水准的玩家 在北美能到大概北美服800名的水平啊 成绩不算好 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一个岔身 我可以很负责的聊一聊我这个非典型案例的一些建议 从小从FC开始到Gameboy到PC到后面有Xbox和PS5啊 我可以说这个游戏基本上也是贯穿我的一生 当然我还有别的爱好了 那但我成绩其实一直都不是怎么好 一度怀疑是本人有问题 那个时候我经常怀疑我对理科就是天生不好 这种怀疑其实一直持续到大学之后 那和那个时代的典型父母是一样的 我的父母也觉得呢 小孩子学习好就行 那至于小孩子适合什么 有什么爱好 有什么苦恼 有什么痛苦 都不清楚 那如果你是85年之后参加工作的人 基本上到2015年为止 你都享受了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红利 那这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一 小孩子成长缺位 对教育一窍不通 二 认为红利会继续 并且拼命学习考好的学校才有可能有好的工作 这个其实别的家长也都聊过 大家也都懂 那我想说的是呢 那我是一直玩着玩着到差不多高中毕业 那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 以后能干什么 想做什么 以后怎么样去规划安排 我从来也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直到我必须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曾经在家里自己练魔兽争霸 那练到了极致其实也就是那个水平了 那个时候的队长是这个台湾的wcg的代表 那结果遇到了韩国的职业选手 直接10分钟就缴械投降了 这其实让我意识到这个差距有多大 那那个年代也许如果有直播的话 兴许还能做直播 对吧 那曾经我是很擅长这个组装和装修维修电脑的 那是因为觉得这个有意思 但也没有到痴迷的程度 那曾经也是最早一批玩论坛的人 没成年的时候就给某个游戏公司打过工 发了接近一千块钱的工资 那个时候还挺高兴的 说白了 其实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干什么 这个其实非常典型啊 因为直到今天 我其实仍然能遇到很多即将毕业 或者马上要去高考 但是并不知道未来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我反思过自己就是很害怕千篇一律的人生 所以最后呢就比较疯狂的学了音乐 那严格来说我是丢硬币来决定的 那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呢 我几乎是从零开始 然后能够得上这个大学音乐专业的水平 那运气好的是我天赋还算可以就做到了 那当时的维多利亚大学的录取官觉得这个人虽然成绩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热情比较少见 那又如此冒险那万一是个人才呢就录用了 那结果进了大学以后就被按在地上摩擦 因为毕竟你即使两年内考到业余钢琴时级 跟这个专业的表演级的选手还是天差地别的 那那表演级选手又跟这个大师级是天差地别的 所以再一次让我意识到了这个差距的可怕 他不是一个短时间内 你就能靠努力简简单单就能磨平的一个事情 那当时学校的这个钢琴的教授其实对我很好 叫郭美琳 他就找我谈话 那他觉得在学校的表演系 对我来说这个是没有出路的 让我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别的可能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可能对作曲比较感兴趣 然后可能我适合这个事情 于是呢我就转到了这个SFU去学现代音乐作曲 其实学什么呢 回头来看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学习是一件需要有激情的事情 需要有热情的事情 你才能一辈子去坚持 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的认识自己 从事自信 真正的面对自己 我个人而言其实大学之后的学习 才是真正的开始学习的这个这个道路 变得异常爱爱看书啊爱学习啊 对一切这个新鲜的事物都保持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那甚至一度我认为我其实不是很擅长的数学 也尝试过做GMAT得过一次满分 那所以不是学不好 是没有好好去学罢了 那后面的这个故事就不用聊了 都是一路折腾的故事啊 自从我做出了一些冒险的决定以后呢 再之后去回头想做冒险的一些决策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容易了 那其实所谓差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没有被引导好 这个世界要做到顶级的话 其实你不仅仅是靠努力就可以的 你还需要天赋和极致的自律 那但是呢 你并不需要做到顶级 才能在这个你热爱的领域里面燃烧自己 或者说找到一份工作 对吧 就好像MBA每一年就几百个人能进去 还有还有每年还淘汰那么多人出来 但是不妨碍一些不是能打MBA的球员 去通过这个篮球自力更生获得好的生活 对吧 从事这项自己热爱的工作 那意识到自己跟顶级之间的差距 才能更好地面对自己 才能摆正心态去做事情 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去进步 然后我想说其实多点爱好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也就是他有很多爱好 这也能确保你自己 其实拥有一个较为幸福的人生 举个例子就 一个很夸张的例子 就好像绝境队的约基奇 对吧 他说他最爱的事情其实是赛马 那篮球只是他擅长的工作而已 那作为一个想要成为一辈子 都较为幸福的一个人 拥有更多的爱好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的印象里面唯一一个 他觉得这辈子如果再活一遍 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再做任何改变的一个人 就是大卫爱丁堡 对吧 他踏足了几乎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并且深爱的这个星球和大自然 他的爱好就是这个 那有爱好你才能对这个生活抱有希望 才能在困难的时候去面对自己 然后有生活的动力 同时保持你的好奇心去学习 对任何人这件事情都很重要 只有保持强烈的好奇心 你才能做到一辈子不断的学习 那最后的目的并不是成为 某一个人的复制品 或者成为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 反正大家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你就其实是想多去体验 多去看这个世界的 那有一些人其实觉得很迷茫 什么也不确定 什么也不知道 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想要什么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最好的建议这个时候 就是做一个决定 出去走走 探索世界 这种时候跟投资是相反的 你不确定的时候 其实做点什么 比不做什么要强得多 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 拜拜